新版龙宫侵蚀,神木林侵蚀,以及物理名牌的侵蚀,伤害系数到底怎么样? 一条视频给大家看明白 好的,今天我所在的冬月太山服务器是个测试服 咱们今天看看 新出的侵蚀严重 对比琴三叠龙腾龙卷伤害到底怎么样? 以及物理的侵蚀到底伤害怎么计算的? 我们来浅测一下 这次龙宫加弹的比较多 哇,咱们经脉普通任务的话就这么点 主要是加了4%的法刀结果,以及4%的法报 我就这么点,然后咱们直接去目装 刚刚忘记说了,侵蚀是必带的 我先测试一下 咱们的龙腾龙卷以及琴三叠 跟侵蚀伤害的对比 我先龙卷一把 3秒10,大概秒了千4 因为龙卷有分离,其实不太好计算 第三把的话接触的时候侵蚀 这个轻蚀的话对玩家伤害是有提升的 但是对目装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提升 260027005300 咱们看一下龙腾 这边轻蚀等级咱们就不计算了 因为毕竟是目装嘛 没有伤害加成 总伤害的话应该比龙腾高 但是分次的话没有龙腾高 又出发轻蚀啊 这个轻蚀概率还挺高的 我估计有10%左右吧 是吧 还有龙虹效果啊 咱们再看看这个时候轻蚀已经到第二层了 扣了1000多鞋 等级越高嘛 然后扣的血越多 刚刚我之前说过了 因为咱们测试是目装 所以伤害啊 没有提升 看新版的靠龙龟海 比之前也是厉害了很多 总的来说轻蚀比龙腾厉害 对于龙虹来说肯定是加强了不少 增加了更多的点杀机会 对于神木灵来说肯定是被削弱了 咱们后面也有神木灵测试啊 好 现在看琴三叠跟轻蚀伤害对比 这边低下爆了 咱们算900 900 93800 总共的话是5600 我前后已经测试好几次了 大概其实就是这个数据 平均值嘛 因为法术毕竟有浮动 好了第一层的轻蚀啊 2500 大概达了5000 琴三叠打的是5600 轻蚀打了5000 所以轻蚀跟琴三叠对比来说应该是差不多了 不过轻蚀有一个对龙虹伤害的加成 而琴三叠的话 除非点金麦啊 龙虹金麦能加20% 不过我这边没点啊 咱们这边因为是木装嘛 还是测试不出来啊 咱们一台不能pk 因为是测试符嘛 只能等大概出来再去实战测试测试 不过大家也可以从数据看出来啊 反正 除了神木灵之外吧 我估计魔王战也是对应的加强了 加强了一定的点杀能力以及青宝宝的能力 同时轻蚀享受各种双汗加成啊 咱们这边起个龙占鱼 双汗比起来也高了 好的 咱们再来看神木灵的双汗啊 尘土楞能秒一个670左右 冰川弄也是一个660 这个咱们有风铃的经济5秒900亿 咱们猜测在测试下没有风铃的经济5 175 好了 现在记录一下 再等着出轻蚀了 好了轻蚀出来了 来看看轻蚀的伤害是怎么样 伤害系数啊 47470 加起来大概就是950 比普通代码的话多了1.5倍的伤害吧 之前的轻蚀不是能触发法莲吗 但是我现在这个号等级比较低啊 目前不知道轻蚀会不会触发法莲 相对之前的轻蚀的话 神木灵轻蚀肯定是被削弱了 之前还能轻宝宝吧 现在的话两下轻宝宝 然后伤害系数还比之前低了 点杀的话 虽然后期有系数加强 但是前期的话 附加的伤害加成没有这么多啊 这次维护也说了 轻蚀系统的话 估计会在下次大改之后就取消了 所以大家对轻蚀技能的话且用且珍惜 好的 我们现在再去测试一下物理轻蚀 看看物理轻蚀的伤害怎么计算 我这边用的还是立盘斯啊 物理轻蚀跟法西轻蚀一样 最多也能加80%的伤害 来吧 先看平价伤害 666 大概是600多 600 580 637 好 轻蚀了 看看轻蚀双� 570 630 可以看到轻双�跟普通攻击双� 几乎是一样的 好的 那么轻蚀技能大概就是这样 兄弟们 你们觉得轻蚀技能哪些门牌削弱了 哪些门牌又被加强了呢 这次大改之后 570 630 可以看到轻双�跟普通攻击双隚 可以看到轻双�跟普通攻击双隚 几乎是一样的 好的 那么轻蚀技能大概就是这样 兄弟们 你们觉得轻蚀技能哪些门牌削弱了 哪些门牌又被加强了呢 这次大改之后 我相信更多的门牌会出现在PK大舞台上 好兄弟们 快到了 几乎是一样的 好的 那么轻蚀技能大概就这样 兄弟们 你们觉得轻蚀技能哪些门牌削弱了 哪些门牌又被加强了呢 就是大改之后 我相信更多的门牌会出现在PK大舞台上 好兄弟们 我终于你到龙卒起来的这一天 跟普通攻击伤害 几乎是一样的 好的 那么轻视技能大概就是这样 兄弟们 你们觉得轻视技能哪些门派削弱了 哪些门派又被加强了呢 就是大概之后 我相信更多的门派会出现在PK大舞台上 好兄弟们 我终于你到龙族起来的这一天 期待我更加优秀的表现